今天是4月21号,我是JK 那么GoMarket为大家提供一站式全中文的服务 大家在GoMarket平台上可以交易黄金、白银 以及澳洲股票、美国股票和指数等产品包括汇率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要获得更多的金融方面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出手取得联系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一下昨天晚上至现在市场行情 第二部分是介绍一下目前在上海车展 特斯拉车主踩在车顶上拿喇叭喊说 特斯拉刹车失灵的事件进展情况 那么第一个目前的问题就是 昨天晚上美国股票指数大跌 那么科技板块指数跌幅超过100多点 那么今天早上开盘以后 澳洲股市、香港股市、中国股市普遍下跌 尤其是日经指数和香港恒升跌幅较大 香港恒升开盘下跌超过1.5% 那么澳洲各股方面也普遍下跌 部分股票像LYC下跌超过5% 那么上涨部分的股票里面只有黄金 股票是跟随黄金价格涨到1780美金 今天小股上涨1%左右 大部分股票仍然重现下跌态势 那么香港方面呢 我们看到香港的科技股票依旧是冷跌的 领跌的 那么China 50目前是在17000年始终没有上去 所以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 目前只有中国China 50回调幅度比较大 那么底部呢出现了筑底的迹象 但是呢例如NASA指数呢 依旧是在高位回调的态势 刚刚回调两天 所以说我们不能从基础图形或者基本面 有任何对于股市继续上涨的判断 所以呢对于美国科技股来讲 目前呢依旧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 昨天呢美联储官员又讲话说 虽然美国允许通胀超过2% 但是呢不会允许其在更高的幅度 处于较长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是通胀超过3% 并且呢时间超过半年 那么美联储必然会出手干预 所以呢市场上流动资金就会相应减少 资产价格会随之降低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特斯拉最近车展在上海呢 我们也是大家能够从新闻上看到 对于当事人呢 这位女士呢最后的处理结果呢 也是被栽进橘子里啊 关了5天啊 做一个处罚拘留 那么关了这5天呢 特斯拉高管在第一反应呢 他是这么表述的 就是说特斯拉不会因为无理的要求 而做出任何妥协让步 但是呢非常打脸的事情呢 就是在当天晚上 新闻社啊 中国新华社啊 发布了报道之后 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发文表述 那么特斯拉马上就开始表态啊 当天夜里 也就是昨天晚上 发文说啊 将会向消费者道歉 并且呢 是认真诚恳的进行事件的跟踪啊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是在中国做生意 还是在全球做生意 目前呢 对于消费者 本产 买 购买产品之后 出现的售后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尤其是对于车企 它舆论界的反应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呢 特斯拉在事件发生的 当天晚上的股价是下跌的 昨天晚上呢 因为表态不错 股价是新微上涨了 0.6% 在纳斯阿克股指 普遍下跌的情况下 它还有小股反弹 就认为市场呢 对于它认错的态度呢 还是比较认可的 但是从中长期来讲 我们根据特斯拉过去 因为刹车是0导致的 投诉或者潜在的 事故风险 我们认为呢 特斯拉不得不在 未来的安全审核 认证阶段呢 更加注意 其刹车部分的问题 因为在此前 中国方面呢 已经报道了 从去年2020年至今 接近十几起 因为刹车是0导致的事故 那么最后呢 虽然特斯拉方面 没有说认为呢 这个车主啊 或者是驾驶者 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显示是因为特斯拉的问题 但是呢 从昨天和今天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也报道 美国安全局 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呢 开始对特斯拉的安全演换 进行调查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 美国方面也出现了 一起非常奇怪的事件 就是特斯拉的主驾驶没有人 那么两位乘客呢 是分别坐在副驾驶 和坐在后排座位上 结果呢 特斯拉的车呢 就自行驾驶 撞到了树上 所以说这件事情呢 在昨天又重启调查 并且呢 调查等级继续升高 因此呢 对特斯拉也会有 潜在的利空因素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美国科技股大盘 现在处在高位 随时有回调风险 第二呢 就是特斯拉目前 基本面呢 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以及它在公关方面的应用呢 处理方案 并不是非常的 及时和有效 所以说呢 对于消费者未来 考虑是否继续购买特斯拉的汽车 或者是做其他的选项 包括对传统老牌汽车 欧洲汽车 美国和日本汽车呢 大家还会重新做一个考量 因为我们投资者 或者是消费者 对于新的车企 只有十几年历史的车企 容忍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对于像日本 日系传统的 或者是欧旗的老牌汽车 车企 对他们的容忍度 机会是比起 几乎是零 如果是奔驰车出现了安全隐患和事故 那么必然要在全球召回 对其母公司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 最终呢 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短期 会利空特斯拉股价 如果大家想要做空 特斯拉公司的股票的话 欢迎大家在购买4 直接是交易美股 那么我们买涨和做空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JK 那么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联系 也可以不打电话 或者是邮件和我们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